你最近太累了 好好睡觉吧 你不许动他 就算为阁中利益 公子湘也必须活着 他云台之人 凭什么干涉陵渊的利益 我倒是愿闻奇象 原本我以为 公子湘只是为了调查 文聪落难之事 于是我便接近他 并且暗中帮他追查线索 趁机斩除夜宵的爪牙 后来我才知道 公子湘来南渡另有所图 他未报私仇 而我正好有法子 将矛头引向南宫放 你只需记住 绝对不许动他 为何这几日 你总是心事重重 不许动他 我费的 你 感谢观看